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十度的高温 而你的爱车 是不是最近也开始 跟你闹脾气了呢 你在下自己的用车的时候 有哪一些细节 是需要注意的 而为爱车来消暑 有一些NG的行为 千万不要做 最近真的有不少的朋友 因为天气真的太热了 所以想要帮自己的爱车 冲冲水来消消暑 可是这样的行为 可是非常非常NG 因为可能会造成 严重的后果 对不对 艾大 这块也大鼠刚过 最近气温都来到 四十度的高温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 因为如果外面的气温 高达四十度的时候 你的车子再停在路边 曝晒超过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一样 你那个时候开门进去 一股热气迎面来 好像这个面临的 世界末日般的毁灭的冲击 因为这个时候 你车子内的气温 可能已经高达六十度 到七十度的气温 那更不要提 你车身上的板件 玻璃 甚至如果你的车在路上跑的时候 你知道煞车本来就会产生高热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煞车来令片 煞车碟盘 跟煞车的分泵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卡钱 都会产生非常高的一个高温 我记得我这个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他开车 他每次 他那个冷气坏掉 他每次出门的时候 都先拿那个水桶 去泼他的车子 说先降温 进去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热 结果过没两年 那当然以前的车 造车工艺比较差 过没两年 他那个车的整个烤漆面 这个精油层全速斑驳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冲水确实是一个 非常快速降温的方式 但是呢 那个车体的板件 已经高达六十五度 七十度的状况之下 你再泼了一桶二十度的冷水上去 让他瞬间这样 我们知道冷热交错的瞬间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些烤漆面 玻璃面崩坏的时刻 其实最近我们在新闻上 还看到这有这个麦拿伦的跑车 哇他那个煞车烤前 整个外面的涂装 全部都已经崩落了 甚至有人这个玻璃 都因为这个高温 然后去冲水 造成这个龟裂 我觉得这个是 一般我们在 这个消费者要注意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为了 在行驶途中的降温 你在那行驶 你要上车的时候要降温呢 建议你先把车窗给打开 那其实现在很多新车啊 都有这种所谓一键车窗 全开的功能 上车前透过遥控器 把四个车窗打开 让热气先散去 进去车子的音发动车之后呢 把这个空调 也开到最大的一个风速 但是记得要换要设定什么 设定外循环的一个这个风量 让外界的空气啊 进到车子里面 你会说哎呦外面就硬撒得过多啊 但事实上跟你车内的60度的温度 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这个差距 所以透过这样换气的方式 可以把车内60度的空气 把它透过开窗 以及导入38度的空气 把热气给排出 这时候才去启动冷气 你才能够马上享受到 比较好的一个车内环境 所以大家在夏天的时候 不要觉得说日震当中 啊真的太热了好吧 那我就先去洗个车 这可是非常NG的行为 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怎么样帮爱车来消暑 即使你保养爱车 是有一些每个 大家需要注意的 对不对小叶 没错因为我们常说 我们的爱车都是 我们的另一半 小老婆嘛对不对 那就像你在照顾另一半的时候 如果天气这么大 你一定会外跟内都帮好好的照顾啊 可能外面帮他擦个防晒 内部我们可能吃些 比较清凉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照顾车啊 在夏天的时候 那个逻辑是一模一样 不管他在动 他在进 他在外 他在内 都可以针对我们 比较高温的天气 来去好好的照顾他 那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些 在夏季养车 有一些比较重点 我帮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 这边有举了五个例子 第一个是 不要在烈日下洗车保护漆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假议题 因为冠宜我们正常人都知道 现在我们刚才说嘛 动辄三十五度四十度 你会不会在四十度下面顶着太阳洗车 那我如果说我四十度的时候 我开车 然后开到那个洗车场 马上去洗车这样也不行 其实我是觉得 在漆面来说瞬间降温 以现在的照顾科技 如果你加上平常在打辣的习惯 这个其实我们在录影前也在聊 我们自己有时候 偶尔都会做一下这样的动作 对不对 像我们那时候哪个月跟人聊到吗 说真的好热车 好热车在发烫啊 去开个车洗个车 而且你知道外面有些隧道洗车 或者是加油站洗车 它不大会去喷到你的轮圈 或在刹车系统 其实有时候从上面而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状况下 其实还OK 但是有些人会另外一个说法是 第一个烈日下洗车 对你就真的太热了 其实车还没洗完 你可能就中暑 这个行为当然是不建议 再来是 如果你会通常在烈日下 自己洗车的人 你是爱车嘛 有时候洗完车你还会干嘛 打个蜡 可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我们都知道 打蜡的过程 你要先上蜡 全拆车都上完蜡之后 再一个一个把它推开 那如果在这个烈日下的状况下 你可能前面的蜡上完 上到后面的蜡的时候 前面蜡就已经过度干了 对 你就很难推开了 我就够热 还用力去推它 不是更热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状况下 其实是不大建议的 那像其他的部分 好像旋景水箱盖 定期补水 防止蒸发 这个其实很刚好 是我今天开车来露营的路上 大赛车 那刚好就有一台车呢 它是停在路边 它的引擎盖在茅延 它的引擎盖旁边 放了很多矿泉水 它在补它的水 就是我相信 在现在的科技来说 就是因为天气这么高 然后它会 这个水会蒸发的很明显 其实不大可能发生 有可能是怎样 它可能本身在水管也好 它的水的位置 就没有到一些比较标准 那这个天气下 可能让这个问题 会更加的放大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夏天减湿率 要定期补水 其实这一年湿季 我觉得这个水的状况 你都还要好好的注意 这个才是最大的重点 好 那胎压刹车系统检测 我觉得胎压这点还蛮重要 是因为我们自己 现在车上 比较新的车上 其实都会有胎压侦测器 也会胎压显示 有些比较好的车 会显示你现在胎压多少 数值 对数值 你会发现其实 胎压跟着我们的 天候状况 改变的其实蛮明显 冬天它的冷胎压也好 热胎压也好 都会比较低一点 那这个都是一般的物理原理 所以像我自己在夏天的时候 我就会提前注意说 可能迈入夏天 我在胎压部分 可能就会比原本的标准胎压 打得稍微低一点点 因为即使到那个热天之后 你的温度会升高 你的胎压也会升高 影响舒适性也好 甚至如果再高一点的话 对于轮胎的安全 甚至是有可能会爆胎 这个东西都要再注意一下 所以说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你要改变一下 你的胎压的数据 其实我会这样 跟冬天其实会不一样 对 因为冬天天气冷 所以它的胎压稍微会降低 甚至有时候你去高山的时候 这个也会因为天候气压的变化 这个胎压就是我觉得都要随时注意 包含安全也好 包含你的行车舒适性 其实跟胎压都还蛮息息相关的 所以其实夏天很容易爆胎 对不对 有些人会常常遇到说 常常就是像我们前一阵子 我来这边录影的时候 那因为之前车辆已经有补过胎了 可是没想到瞬间爆胎 可能它那个原本 所以是有补过胎的 尤其在夏天那样更注意对不对 对 因为它这个地方 毕竟它整个的强度 跟原本在完整没有爆胎前 轮胎强度就会有差别 而且有时候有人问说 为什么我夏天开起来 这个车悬吊比较不舒服 其实不是 因为你胎压比较高一点 这个也都会息息相关 这个要注意哦 没错 好 那像这个冷气啊 检查空调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啦 因为现在很多品牌 他们在保养的时候 也都会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准备夏天了 来做个夏季健检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都很推荐 因为很多夏季健检 基本上都是免费给你一个服务 这样子 它知道要迈入夏天 最后一个就是检查油电线路 防患未来 其实老话一句 是现在这辆车辆的科技啊 在我们现在在行驶 在过程中 这个温度都是他们可以 我觉得可以应付的一个的温度 只是说 有些可能本身车辆的状况就不好了 那可能夏天的时候 冷气会开得更强 甚至你在车内可能会加一些 甚至有些老是还会加一些电扇 加了更多电气 对于线路的负担 是会增加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注意 那最后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是外面啊 还有一些车辆动态的状态 那有时候你在车内啊 再次提醒大家 像基本上啊 你要怎么知道 哪些东西不要放在车内 你只要注意到说 这个东西买了 它上面都会写说 请放在 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 不要放在太热的地方 什么阴暗处 对 这些东西 其实你就不要放车内 对不对 食物来说啊 太阳眼镜啊 有农与燃烧的香水打火器 这些都不要放车内 这些都老生常常 但是还是再次提醒大家 夏天开车的时候 各方面都要一下小心 是的 所以大家下自己养车的时候 真的要多费一点点心 可是有些人说 没关系我开着新车 比较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尽管不要这样想哦 前几天冠仪开车的时候 是新车 结果呢 竟然冷气不会冷 后来呢 去保充厂 他跟你说 SENSOR坏了 你知道我40 我看到仪表板上面是40度高温 那时候日证当中 我要去办一件事情 穿泳装就好了 涂防晒游穿泳装 你知道第一次是要开着 那个外面窗户 然后外面比里面还要凉 这时候呢 你就是要说 其实冷气 尤其在夏天 很容易跟你闹脾气 但冷气不冷 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有什么原因 其实我觉得啊 人家都说老司机老司机 什么叫老司机 其实有时候就是 你经验欲多的就是老司机啊 所以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冷气该换的一些 零件来说的话 其实我都遇过 所以也可以称之上老司机啊 所以只要冷静一不冷 乃哥你自己可以排解吗 还是说马上就可以诊断出来 可以马上可以诊断出来 为什么像那个冠宜刚刚提的 SENSOR这个东西啊 虽然上面没有写啊 真的 这个这个温度SENSOR 如果坏掉的时候 你知道像你冷气不冷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台车 它的那个SENSOR在哪里 在保险感的地方 它坏掉的时候会怎样 它给我说 它我是那个 好像10度 什么意思 它是侦测到 它就坏掉了嘛 它就以为永远的10度 它就停在那边 可是外面已经热得要死了 它10度 所以你看什么 我恒温空调 这些都没坏哦 但是它温度SENSOR认为 现在10度 所以它的压缩机根本不会动 原来 热死了 所以你说这种问题会不会遇到 会 这种电子零件多多少少 在时间到了时候 或者是有碰撞 我那个是不是被勾 就是拉到 那个保险感拉到 但是比较常见的大概就这几种 所以我说我都遇到过嘛 比如说冷气的散热水箱 我们都知道你要如何让冷 降温 一定要有一个东西会去降温嘛 散热水箱最主要的 它不只是说冷气的散热水箱 其实汽车的散热水箱也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内燃机的世界里面 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发热 非常的高温 在这个所以散热 不管是引擎用的还是冷气用的 这个很重要 它只要一坏掉 你一定都不会想开这台车 第一引擎都坏掉 可能动都动不了 第二就是像刚刚说 路边就是冒烟嘛 对不对 所以我很觉得像刚刚 小叶说的就很好 冷气健整的时候你就去 很多都是免费的 帮你检查 其实就是这些地方 那散热水管 我跟你讲 散热水管 像刚刚说在高速公共旁边停车 要加水的时候 很多都是散热水管坏掉 尤其是什么 夏天对不对 很多人喜欢往山上走 爬山的时候 你就看很多人 山上凉凉 为什么很多人都抱水管 为什么 是因为很多老车水管都均裂 均裂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它的橡胶材质 它有一定的寿命 比如说在街头的地方 那个夾具的地方 那边常常会断裂 这时候检查很简单 你打开引擎不要热的时候去 但是你打开来是 引擎是冷的时候 你去捏捏那个水管 你可以知道健康的水管的弹性 跟已经老化的水管 已经脆化了 脆化 你可以捏得出来 差不多差不多你就去换了 这个钱不要省 一条600块的东西 爆掉的话 爆掉你就完全没忍着 很麻烦 而且通常有时候散热水管 会接到这个引擎里面的话 那就更吵 所以它也会影响到引擎 有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像散热风扇呢 就是刚刚说的 很多是sensor坏掉 你散热风扇要卡死坏掉的机率很少 通常会有什么状况 就是你车子可能经过碰撞 有内伤了可能还不知道 那散热风扇也可能 那培林就会卡死 可是一般来说散热风扇的寿命 几乎与车同寿 这么长寿 对 很耐用就对了 非常耐用 那可是在这个线材的方面 如果它有一些破损 像刚刚小叶说说 如果老化的线材 那如果断掉的话 它当然就是没有这个感应 不然的话散热风扇通常 它的机率比较少 但是它坏掉很容易 因为你只要开 压销器开 然后你看它温度上来 那风扇没转 那80%大概就是散热风扇 有问题了嘛 对不对 那结温器的话 其实跟我们的引擎的大小的循环 是比较有关系的 当然这个的话 就跟冷气比较没有关系 它跟引擎提升温度 引擎工作效率比较有关系 冷排气片 刚刚跟散热水相差不多 冷煤足不足够 其实我觉得就是透过见诊的时候去 冷煤 其实不要乱加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们的冷煤 不只是就是我们加在汽车里面 它还有润滑的效果 所以我们叫冷冻油 我们说五油三水 都常说应该要六油三水 就是包括冷冻油 冷冻油的部分 对其实冷冻油为什么 是因为压缩机是需要润滑的 那压缩机其实它有一定的寿命 因为有薄膜式的压缩机 注塞式的压缩机 基本上它比较容易坏都是什么 培零 所以你刚才发现有液婴 皮带打滑了 你就去更坏 时间差不多8万公里检查一下 很简单的 这个也不大容易坏 不过整清机都很便宜 循环清洗机像这个呢 就是比如说小叶刚刚说的 你去见诊 见检的时候 不要说原厂 很多的大型的汽车卖场 或者是机电汽车机电 这个公司 都有这样子的服务 所以你又冷气循环清洗机 其实不外乎 就像我们换机油一样 我刚刚说冷冻油 就是冷煤的部分 你可以换掉的话 其实里面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生成物 你把它换掉的话 其实对心理 心理作用也不错 但是永保压缩机 还有整个管路的清洁健康 蒸发器 膨胀器的健康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而且不贵 没错 千元有找 对 所以大家夏天的时候 真的要注意这个冷气方面 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 你就赶快去请这些师傅 帮你好好处理 当然最近全台飙高温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如果你要进到车内的时候 尤其是你停在户外 进到车内觉得 根本就是个高温的烤箱嘛 所以很多人一进到车内的时候 马上就想说 我冷气就给它吹下去 开到最大 罗哥 这样是不是就惨了 其实你说冷气 是不是可以上车立刻开 其实也没什么不行 现在还有很多 怎么样可以快速降温 一般人都会觉得 重点就是在快速 对不对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等冷气 这边慢慢的慢慢的 把你空气降温 那个太累了 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开门开窗嘛 你说一上车之前 你先把四个门都打开这样 你一口气要跑 四个门也麻烦 但是四个窗下来是很容易的 四个窗其实很难开 对你就电动窗安了嘛 那你如果说太热了 我不要立刻进去 对不对 可以 我先进去把那个风扇打得 开最大 门打开一下 人站外面 门这样子 稍微的开合开合 那很快 我告诉你 半分钟你的车内温度 大概就降到跟外面室温 接近了 对因为车内的温度非常高 对 所以你瞬间的赶快把那个热气 做一下交换 好这样子之后 你进到再进到车内 然后呢 你在第二步 这个开送风外循环 刚才艾大也有提醒过 就外循环就是增加你车内 跟车外的空气 赶快热交换交换掉 毕竟外面的空气 稍微也比车内要冷一点 所以就把冷空气带进来 对 当然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是说 你的车子一直在太阳底下曝晒 了解 对 所以车内可能真的五六十度 你知道吗 蛋白质 55度就开始熟化了 所以在车内煎牛排 意思就是我们现在 是可能的 在那个板机上面打个蛋 它马上就熟了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人会玩这套 什么 把那个铝箔纸上面放牛排 然后放车上烤一烤 就熟了 会是真的会熟 对 好不好 因为我们在做输肥牛肉 就是设定五十五度 是这样 对 了解 第三步呢 OK 你开了送风 我说快速热 循环完之后 你再来开冷气 而且把它变成内循环 这个时候就是要保持车内了 不要再跟外面的交易 这个时候 你就把车窗也关起来 再把冷气打开 然后呢 你出风口 你风量可以开大一点 出风口朝上面一点 因为冷空气会往下掉 所以你要往上面吹 让它整个车内会 冷空气会降下来 这样做一个循环 了解 所以出风口也稍微再往上一点 对 这是在整个降温过程 如果你已经OK 温度可以了 好 那我们上路的时候 你再自己去 可能这个风扇就可以调小一点 然后按auto 然后把这个风扇 也不要开那么大 风速不用开那么大了 对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必 必须要把车子停在路边 曝晒的话 还是要有几个方法可以 不要说让你每次上车都很痛 都这么那个 稍微可以帮车内保护一下 不要那么高温的话 所以第一个很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你去那个车子的那个什么 材料行啊 或者什么的 去买了一个 汽车那个 汽车美容材料行 对 美容材料行 那些 你就买一个这样子的遮阳板 你看罗哥真的有用吗 很有用啊 是啊 我看很多人用 这当然很有用 可能你平常的车子就不用曝晒 所以如果像我们以前在跑来跑去的 那种车子曝晒的情况也有种 这个挡风玻璃这一块 是最有直接效果 最有感觉的 对 那大部分人会去买那种 有点反光的铝箔子吧 把那个热度光线给往外 给反射出去 对对对 那当然你也可以装遮阳帘 不过这个一般的小车子的话 装遮阳帘也麻烦 而且它基本上是在侧面 比较不是光线直接照射的位置 所以这个是还好 车内风扇可能有一些乡型车啦 后面的循环比较慢 那可能做第二排 甚至第三排的 就弄个在后面的头枕上面 现在也很多这种可以充电的 有没有 小风扇 一下子还可以带着走 办公室也可以用 这一类的 那隔热纸我相信在台湾买车 没有人会不贴隔热纸 只有媒体试程车不会 对有时候所以有时候 所以真的差好多 超痛苦的 明明我试的超几百万的车 结果太阳一射 我的天啊 所以隔热纸在台湾 基本上也是合法的 所以买新车大概也都会送 所以这几个招 我希望就是趁这个急 真的很热很热的夏天 那你还没有这个用此来吧 就先把它准备准备 以后你就增加一些经验嘛 没错 好 谢谢罗哥的分享 所以大家也学起来 夏天怎么样帮你的爱车 来做防晒喔 可是最近冠宜有一个朋友 他交了新车 他竟然跟我说 他觉得什么都好 就是他那台车的冷气不冷 我说怎么可能新车冷气不冷 其实试过无数车辆的车媒 一致公认说 日本车的冷气是最冷的 艾达 真的有这种说法吗 这个日本车的车冷气 比欧洲车冷其实有好几种比较的方式 对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是念车辆工程 我同学刚好在这个冷气厂服务 你知道汽车公司 每一辆车的冷气制造设计 是汽车公司自己设计制造吗 其实不是的喔 其实他们是交给专门的汽车冷气的制造商 因为他们要设计呢 包含这一台车车内空间的大小 风的流量 风的速度 风吹出来的风量 甚至它要透过什么样的循环系统 出风口要几个Sensor 回风口要几个Sensor 来去推算啊 这一台车需要多少的冷房效果 压缩机要多大 就好像我们家里面买冷气啊 你怪你去买冷气 那个销售一定问你说 你这个房间多大 对 没错 三瓶五瓶你装个十瓶的冷气啊 冷死你啊 那如果你是十瓶的这个大房间呢 装个三瓶的这个小冷气呢 大概吹一辈子也不会冷喔 所以基本上所有车的冷气 也是做专业的设计公司 来去做设计制造 那这么为什么会有 日本车冷气比较冷 欧洲车冷气比较不冷的状况发生呢 这一点就很特别了 其实我觉得是在于我们这个 大家对于温度这个数字上的一个考量 以前我们开那个老车 哪有恒温通常二十度二十一度 只有红跟蓝而已啊 蓝就是冷嘛 红就是暖嘛 那当然现在呢 平均网路上的说辞是这个 欧洲车我们就不讲什么品牌 欧洲车开到十六度 还是不太冷的 你现在这个天气 恒温设定十六度还是不太冷 但是呢 如果你开的是Toyota的话 或是这个日本车 开二十五度的恒温通常 都冷得你嘰嘰叫 对 还要穿外套 是 甚至还有一个人说 那一天烤肉啊 我朋友那个艾人 车门望得关啊 整个周遭环境都降温了三度啊 有这么夸张 就表示说日本这个冷气真的很冷啊 而且日本车的冷气都不用钱 是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辞 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点就是说 普遍性的欧洲车啊 它会设计什么 所谓的刚刚那个罗哥跟我们讲 冷气的内循环外循环对不对 尤其现在新世代的恒温通常 普遍性的欧洲车 它对于内循环外循环的设计啊 都有所谓的自动切换装置 你不要说现在啊 大概早二十年前的宾市车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它让你啊 不会长时间的使用什么 内循环 难怪 你长时间的使用内循环你的 你没有把外界的热气导入嘛 你是初次降温到车内恒温25度之后 就是一直25度在那个地方循环 当然是吹起来是舒服的嘛 可是因为欧洲车它设计是怕你什么 怕你长时间车内的循环 这个空气含氧量不足 导致车内的驾驶昏迷 或是含氧量不足 昏迷想睡觉 所以它强制每30分钟就会切换一次成为外循环 所以当开冷气当下好凉快 好不容易30分钟正要享受到 恒温的凉爽之际的 还要切成外循环 那外面热气寄来 你当然觉得不冷 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请这个观众朋友 我们在用车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车辆的内循环跟外循环 大概是自动控制的 或是手动控制的 还是定时的切换开关 那所以你就必须要跟电脑来比赛了 真的 按一下 是啊 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坐在车内 舒舒服服的吹着冷气 但是一下车之后 天哪 那个气温的温差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你是开车主 甚至于你是坐办公室的上班族 可要注意了 医生有特别提醒 这六类人 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 比如说温差过大的时候 容易产生危险是不是罗哥 对 其实前一阵子有个案例 有个26岁的年轻 他的工作是送货 然后你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上车冷气吹 好凉快 然后这个下车 热死了 然后又搬货 搬进人家办公室里面 又好凉快 又出来又好热 一上车又好凉快 所以有一次他就是送货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冒冷汗 呼吸不稳定 哇 非常这个非常严重 很不舒服 然后一口气传不过来 对对对 就一直传不过来 然后就送医院 结果一整段说 急性心肌梗塞 赶快做心导管 天哪 26岁而已 26岁 所以你就知道 所以这个突然冷突然热 这个其实以前 我们有还真是 有的人很特别喜欢去洗 那个三温暖 没错 就是所谓的桑拿 里面烤箱 弄得全身都流汗 哇 好热喔 然后跳到冷水池 冷水池 我操 然后心上整个就缩起来了 对 就其实一般健康的人 还是承受得住 可是不见得 所有人都承受得住 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去泡温泉 去洗温泉的时候 他其实也会警告你 你如果有一些症状 譬如说 有些人真的是抽烟的习惯 我已经戒烟戒好久了 有戒烟习惯的 有抽烟习惯的 看看你的重哪一个 第二个 肥胖的 赶快剪 赶快剪 有三高族群的 对 要小心啊 我每个都答话 我认真建议 健康检查偶尔要去做一下 不要偶尔啦 每年一定要起码全身的 有一些你真的是 你不觉得你会怎么样 譬如说可能血糖高了 其实我们的饮食习惯 很容易让你的血糖过高 其实你真的要去检查 或是胆过船 有家族遗孫病史这些 真的就是会 所以就需要比较避免一下嘛 你说温差过大 比如说突然在车内很凉 然后下来之后 所以我反而去比较建议 你在车内一上车之后 你不要冷气 每次都给它调到什么18度 拜托那个温度 搞不好永远达不到 你只让压缩机不断地在工作而已 所以真正上车之后 需要调的温度 不是每次把它开max 对 也不是开漏最低 最低 那没有意义的 你只会让它风永远这么大 而且我也不希望就是说 你一上车 你就永远就是突然一下冰一下热 那么夸张这样子 那有时候因为你车子停地下室 那你觉得好热 结果一进上车就冷气的确很快冷了 好 但是其实这对身体也不健康 因为你等一下又要立刻 面对40度的高温 是啊 所以其实你夏天 你调一个适当温度 可能你调25度 夏天其实就凉快了 对 起码在车内不会太热 对 不要让车内的温度 实在是太冷 所以一下又太热 所以不要这种 夏天就一定要吃冰的这种习惯 不一定要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真的吃冰还蛮容易降温的 是 要不然就是我们在车内的温度 开得稍微高 比如说25度 反而要高一点 然后我喝一点凉水 对 这也是一个降温的好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其实在新闻上 我们蛮常看到有一些 粗心的父母 可能就把小孩留在车上 但尤其是夏天到了 你真的很容易酿成悲剧 对不对 小燕 没错 因为这种悲剧 我们其实常在新闻上看到 我就讲一个最近的案例 其实蛮多 我先讲我自己的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大家先不要紧张 前几天我们不是大暑刚过吗 对不对 我那时候把车停在一个室外 参加一个活动 其实我离开车的时候 我车上的温度计 就已经写了41度 其实已经蛮惊人了 很少看到车上温度计跟自己年纪那么相近 其实状况真的很少 然后结果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回来 其实不到一个小时 我再回到我的车上高温曝晒下 车上显示车外的温度 它是车外温度来46度 其实我晒不到一个小时 车外温度就已经来到46度 天啊 我车上的温度计 我其实没看过这么高 很惊人 现在都看到40度以上 你都会吓到 都会吓到 那甚至 好 这是我自己的例子 好险我车上没有放任何生命 然后在车上好险 那之前呢 那个国民健康署也有说 在我们现在这种高温下 你知道吗 30度以上 你只要晒超过半小时 车内可以到几度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一倍 60度 60度 就像刚才艾大讲的 对 他说现在夏天 你的车内温度肯定超过50度以上 对 60度都有 好 那我现在分享两个社会 你第一个是前几天而已 新北市有一个比较初心的妈妈 他想说我去弄个打个钥匙 他可能就是把车 就是把小孩子放在里面 车钥匙也没拿下来 他就下车了 然后结果呢 小孩子可能不小心动到了 把车锁 反锁了 结果他就很紧张怎么办 我小孩子在车内这么热 他赶快叫消防队员 来帮他解锁或破窗 好险这个故事是怎样的 这台车上他没有熄火 冷气是在运作 这个是好险 但是呢 另外一个案例就发生在 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这个小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 有一个真的是很初心的爸爸 他呢 他们是发 这个小孩子的学校发现 怎么小孩子今天都没有来上课 来通知爸爸 通知他爸的时候 什么时候 下午已经三点了 他那台车已经在高温下 从早上九点停到下午三点 最热的六个 爸爸是把小孩忘在车上吗 对 他忘在车上 忘了六个小时 太夸张了 是最热的六个小时 那个时候他们说 在当天他们的体感温度 大概来到38度 车内大概可以超过70度的温度 他说这个温度其实不止你会很热 甚至你会窒息的高温 所以很可惜这小孩子后来也往生了 所以太多的案例都告诉我们说 你千万你下车的时候 要注意 所以呢现在有些 我都建议这样子 虽然说现在我们很多科技是 你上车啊 或启动都不用拿钥匙 但基本上只要你离开车 其实我都会把钥匙带在身上 千万你不要觉得 一直方便我把钥匙放在车上 就离开车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 那当然 虽然说我们不断的在节目中提醒 但还是很多初心的父母亲 或是初心的大人 所以像有些车上也会发明一些科技 去阻止这些事情 比如说像现在他们就说 他们在2022年开始 就要针对全车系统 打入一个什么科技 叫做ROA 下车提醒科技 这个原理很简单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上车 你有开后门 你可能有放东西的行为 你只要侦测这个系统只要侦测到你上车 有开门之后 好车有移动 停车之后呢 你下车你没有做一个动作叫再开后门 他就觉得说你可能有东西忘了拿 好如果今天他可能 你可能在下车的时候在忙啊 在拿东西忘了 没有没有注意到仪表板这个提醒 你还是离开车的话 他车内就会用一个超音波去侦测说 车内是不是有移动的物体 比如说可能小孩子在车上他就会动嘛 他就会这个时候就会灯光 喇叭甚至用比较先进的科技 比如说你手上有专属的APP 他就会通知你说 你是不是有东西忘了拿 透过科技也好 或是我们真的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下车你要回头看一下 你的小孩子在车内 才会尽量杜绝这种悲剧的发生 嗯 了解 我觉得真的是现在科技的辅助 可以让很多的悲剧尽量不会发生啦 不过暑假一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尤其是在平日的时候 一般我们都说 假日的时候才比较容易塞车 但是在平日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国道也在塞 尤其是国武 哇那塞得非常的夸张 大家有没有观察说 这些塞车的当中 大多是开什么样的车 如果我们开什么样的车 可以让我们在旅途当中 即使是塞车 我们还是坐在车内安稳又舒服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修旅车的原因 为什么 虽然修旅车的操控 不会比先备车或房车来得好 甚至跑车来得好 但是呢 我不知道我常跟艾达讲说 因为这个修旅车 我的进出都方便多 是 房车我们都要往下蹲 它爬又爬不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说空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不管上下车还有在里面 你知道以前我很喜欢MTV 为什么 像刚刚冠宜说的塞车 可能大家没有什么印象 以前在高速公路上 有没有塞过那种12个小时 从北到南塞12个小时 通常是过年对不对 大家要返乡的时候 现在几乎天天塞 好可怕 你这样塞 有塞到什么 塞到大家真的也下车 疯掉了 但是你在高速公路上下车 第一 雨法不行嘛 然后第二 危险嘛 那时候我喜欢MPV 就是说因为我中央有走到 对不对 你驾驶人都还可以走到后面 升个懒疑 起码可以移动一下 对 所以空间来说 对于塞车或者是出油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好我们这些 这个推荐几个夏日 出油的这个车 都是什么 SUV嘛 而且都是百万级距的 差不多都是现在的主力车种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这几个的 空间上的差异 因为他们是同级车 我跟你讲 既然是同级车的话 它就不会差太多 没错 但是在设计上 会有一点点小小差别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看 买车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说 轴距会给你一些空间 但是不要忘记轴距只是一个数据 但是在里面的安排 我觉得就有差别 我举例要以Forest来说 其实他大家都会说 他的内装可能比较老派一点 但是不要忘记 方方正正的这一种设计 其实空间利用最好 对 比如说我举例像 Spotage很漂亮 但是有一些在使用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像就没有比Forest来的方便 哪怕只是放一个东西 你要找地方方便 就要找到他该有的位置上 Forest比较方正 可能放东西会比较好放东西 但在空间上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Gear的新世代的底盘设计 车体都已经放大 空间也都足够够用 我觉得真正的差别 除了说 他的空间 是比较 Forest来说话 因为内装设计比较完整之外 他也比较方正 空间也比较方正 别看Forest 其实我觉得他空间表现 真的是一个卖点之一 对 因为他的车子的宽度 是所有集聚里面最宽的 怪你讲的就是说 除了我要放东西 坐人也很重要 人坐在里面 你塞车塞在里面 后面坐三个人 然后大家这样贴顶的 不舒服 我觉得Forest一直好像 大家对这个印象说 Forest的特点在哪 其实我 因为讲到这一个我就想到 其实他的空间表现应该是 我觉得乘坐使用上 表现最好的应该是他 这自然设来说 认同 好 那我觉得RUFO是什么 你要坐得舒服的话 我觉得RUFO有一个 比较好的特点 就是因为他有油电系统 所以有油电的话 他也就是说 他待在电力行驶的时候 你塞车嘛 有的时候他要比较慢的时候呢 他会觉得里面会比较舒服 乘坐起来会比较舒服 但ZOTA的冷气本来就 一直 对 还有他的配备 在空间上的话 我觉得大同小意思 SpoTage我就说 他很炫 很漂亮 但是空间的完整度上 实用觉得是没有问题 乘坐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造型上面 可能就是有时候 你知道放一些小东西 你会发现这会滑 一开的时候 他就要在地上涨 对不对 不像其他的车 那我觉得KUGA 他可能就是因为 国产的客户车 他在法规上的话 会有一根横杆 对不对 如果在这一根 因为有这根横杆 所以他在限制 空间上面稍微 会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地方 虽然他的这个新的 上市也两年多了 卖的也很好 那这里面有一台车 竟然没讲到 因为不想 CRV吗 对 不想拿出来讲 因为以空间跟表现跟数据 三贯王 其实就是CRV 但是差别有多少 其实就这么一点点 所以CRV其实我就说 他不用特别拿出来讲 但其他这四台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出油 尤其跟家人啊 有时候常常四人五人满载的时候 又常常遇到塞车的话 这几晚之后大家不访 可以考虑看看啦 今年的台湾的温度 不仅是不断的在创新高 同时气象局也公布说 今年的台风季 有可能三到四个台风会侵台 那我们在暴雨 台风的当下的时候呢 罗哥 我们开车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哪些 或甚至于我们要上路之前 遇到台风季的时候 要准备什么 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讲这个话题 刚好就是未雨绸缪嘛 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每年 其实偶尔有 通过台风的时候 那个都是怎样 哇 气风采雨 哇 那个狂风暴雨 然后连树都会倒啦 什么的 你如果那个什么工地围墙 也都被吹倒啦 那后面那个台风过后 市容就是一片狼藉 对 甚至于淹水 对 所以我们现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都很喜欢停车找什么 还有树荫的地方 好开心喔 就等一下上车不会这么热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台风季 糟糕你知道台风来 我们要躲台风了 所以反而不能停在树下 对 你的车停的位置 很重要 慎选停车位置 我刚刚讲的 你觉得本来以为在树下 可以遮阴的 这个时候 你最好是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不要有树的 免得树倒了 刚好就压你车上 也不要停在什么工地施工室 围离的旁边 千万不要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是正要避台风的话 慎选停车的位置 甚至有一些地方 他有工程在做 那他可能在那个水啊 倒水的路上还没有完工 搞不好弄一弄 他那边就积水了你很麻烦 对 那如果你在下雨天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还在这个路上 你当然要先把轮胎一定要特别检查 为什么排水的问题 我们轮胎有胎纹是为了排水 所以呢这个排水至少你的那个钩纹 胎痕尤其是那几条最主要的胎纹 至少都还要有1.6mm以上 才能够再具备有这个排水的消费 比较安全性的 对 这也是法规啊 这也是法规的规定没有错 那当然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这个雨刷啦 灯具啊 这些你都要检查 那开车的时候 你当然尽可能的避开的这个积水的路段 因为一般的车子 你如果那个水的高度 如果超过可能半个轮胎吧 你就有可能把水给吸进去 所以说不定你的车子是Defender 我们涉水可以多少 90公分 90公分 对不对 900mm 哇 厉害 但如果不是的话 千万不要冒险 对 你看到那个水已经在那个轮胎中间 哎 千万不要冒险 真的 好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固定的停车位 安全的位置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件事 事先投保一下这个台风地震洪水险 就是你在保险的时候 每年车子要保险的时候 顺便加一点钱 因为会投这个险的人很少 因为大家都觉得 哎呀哇 我什么时候会碰到这个呢 但如果你真的没有固定停车位 你家附近很挤 你常常哇糟了我不知道要停哪里 有这样子的窘境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以处理一下 那万一万一非常不幸 你的车子已经淹到水了 就是你去看台风过了 哇 我的车子 那个水已经淹超过轮胎了 对 一半以上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发动了 然后门也不要开了 最好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可能先找一下你熟悉的车行 想想看怎么样处理 因为这个时候你在发动引擎 恭喜你最大的一条 你会中 引擎就挂了 对 你如果不发动引擎 反而不会有事 没事 对对对 所以这些细节 虽然台风还没来 我们未雨筹谋一下 对 今天做好准备总是好的 谢谢罗哥 好 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年台风 真的就是稍微就是略过 真的不要进来台湾 不然会酿成很多的这个水灾的发生 因为我们在台风过后 最怕的就是会带来水灾吗 那最近大家有看到 近期在澳洲的这个洪水事件 让澳洲的ANCAP 也重新的思考了 他们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要规划的是有关于 这个防水部分的一个新的规范 对不对 是 没错 我们最近台湾也开始有台风了 那当然澳洲已经这样冠以所说的 过去18个月中 已经经历过了四次的水患 所以造成这个洪水造成很多的车辆 很多驾驶车辆的时候 在洪水当中发生了意外事故 那所以呢导致他这个澳洲的ANCAP 在2023年就要启用新的一个要求 以及测试规范 不过当然这是一个这个网站所报导 NCAP部分呢这个我们还没有去求证 那不过他列出来一些讯息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他就是说要让这个车子呢 在泡水的状况之下 还能够打开窗户 以前我们不需要思考这个 你觉得那个窗户是手摇的吗 现在窗户都是电动的 电动的 那当然要让泡水的时候 这个窗户还能够打开 因为澳洲这个ANCAP的官员所表示 就是说在发生意外事故的当下呢 救援是避免伤害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如果你的开车经历了洪水 泡到水里了 你的窗户打不开啊 人家也没有办法救你 因为你想说开门是不是 开门怎么开啊 因为你知道那个水压 会让你的门是开不了的 这个我们看电影就知道了 电影都是告诉你 你不要急 车子掉到水里面 你就慢慢的耗着 因为车没那么快进水 还有一些空气让你呼吸 当车稳定下来之后呢 进入水里面之后呢 你再把这个窗户给打开 然后让水进来 你才能够顺利的离开这一台车子 所以这个车辆泡水 窗户又能够打开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经历过这个过程 不是我开车掉到水里面去 是我车子经历过风灾泡水 我发觉整个车子 为什么泡完水之后整个车子 第一个 淹水的当下 车子会先浮起来 然后当水再高 高过于门槛进到车内之后呢 车内的电脑感应到 这个你的车子泡水 它会自动的把窗户降下来 把天窗也打开 为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你车子会一直浮起来 撞到天花板 所以水进来之后 车子才会沉下来 基本上你的车子虽然淹水 但是它是安全的 不会在整个车库里面漂流 不会在整个车库里面漂流 当然这是一个 冰式品牌车的设计 做得非常的完善 不过NACAP最近也提出了 另外一个论点就是说 在任何意外事故发射的当下 车门要能够 打开 打开 那什么呢 怪疑你有没有发觉 其实最近啊 有很多的车都改踩电子式的门板 那也就是意外发生的断电了 或是没有缺电的状况之下 这个电子式的门板是没有办法 让车门给打开的状况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其实目前很多品牌 电子式的门板 它当然还有一些保护的机制 就是说在电子式的门板 失效的状况之下 还是可以动传统的方式打开 还记得有一次 我跟你介绍奥迪的A8吗 对 有没有 它是电子式的门板 但是它如果电子式的门板 不能使用的状况之下 它还是依循传统的开启模式 就可以很迅速的把门给打开 这方便什么 方便我们救援的人员 能够把在救援的现场 不需要去查询 这台车的门要怎么开 要怎么开 很多新世代车 改载电子门板的时候 那个车门只有owner会开 还有太太会开 可是像Lexus那个E-Lash 它也是有一个传统的门板 是 对不对 但是就一般人不知道怎么开 大部分人是真的不知道 大部分人会不知道 所以其实现在救难人员 其实也相当的辛苦 还必须要学习说 新世代车门要怎么打开 如果我认为AACP 做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提高测试标准的一个要求 我觉得对于什么 对于所有的用车的消费者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那当然也希望在车厂 在开发很炫的一些产品的同时 也能够顾及到这一点 现在有不少新世代的车 有标准配备全景天窗 甚至于是玻璃天窗 可是这个东西 让车内的车室看起来空间很宽宽 而且小朋友真的很喜欢 但是遇到这浪来袭的时候 这个配备可是让车主大伤脑筋 确实你知道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之前 我也来说一下我自己的感觉 你知道我同事前一阵子买了一台车 跟我一样也是这种C Sigma 五门千倍 车大小都一样 但我每次坐他的车 你就觉得 你的车怎么空间 就是感觉比我大 因为我往头顶一看 满满的全景天窗 哇 大天窗 对 那个空间开阔感 确实是有它的优点跟吸引力 尤其像刚才关于说对小朋友 但是最近网路上就分享一张照片 我觉得很好笑 来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要在车内带斗粒 太热了吗 应该不是下雨 对不对 它带着斗粒 好 我们都知道带斗粒是为了遮阳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斯拉的车主 他因为他有选了全景天窗 因为太热了 所以他就觉得在大太阳底下 我带的斗粒好像可以让我的隔热 效果比较好 而且有没有发现上面有一些雾气 这个画面上 他这个照片上有点雾气 是因为上面太热 他直接拿一罐矿泉水往上面浇 他想要这样降温 我是觉得这样做有点刻意效果 因为你车内就弄的都是水 对不对 起码也是往外 对 他在车内的这样子 我是觉得他刻意要拍这个照片 让大家看说他真的很热 好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全景天窗的设计 他的整个玻璃的夹成 其实会跟导风玻璃设计是一样 他里面都会一个镀膜 他会一个抗UV的功能 大概都会隔绝到 大概百分之九十几以上 抗UV的效果 没错 但是问题就是出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们太阳照了光到我们车内 如果用一百分来说的话 哪些会让我们车内造成一些热的感觉 其中有一个是 好 百分之大概三percent左右是紫外线 那抗UV是抗紫外线 让我们不会去晒伤 但是其中有很重要 五十几percent它是来自红外线 还有一个四十几percent它是来自可见光 所以只要因为光线 透过我们的全景天窗到车内来的话 你就会产生热能 所以它隔绝紫外线是光的伤害 但是它就不隔热的意思 所以就是我们光进来 它可以我们透过我们全景天窗的设计 可以让你不会晒伤 但热这个怎么办 所以有些车会选配什么 遮阳脸 有些是可以有遮阳脸 那遮阳脸会挡住可见光 就可以减少大概四成的热能产生 这个是七 那如果是你平常你没有遮阳脸 或者是你不喜欢遮阳脸 我觉得这样开阔感很好的话 那还有五成的红外线来的热能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就是贴隔热纸 对 因为隔热纸来说 所以目前的隔热纸科技 只要大概可以隔绝四到五成左右的红外线 其实就有很明显的